美国的辉瑞疫苗这两天发出一个消息 说他们准备向美国的疾管单位再度要求紧急授权 向美国民众施打第三剂的加强疫苗 难道这意味着前两剂效力已经在减弱 特别是面对变种病毒吗 美国的疾管单位立刻发出紧急的通告表示 民众施打两剂 防御力绝对足够 他们不认为此刻有需要任何施打第三剂的必要 那辉瑞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呢 事实上他们是根据以色列的一项统计数字 在以色列施打率很高 大方发觉目前有所谓的施打完之后 这保护效率有衰退的迹象 但这是以色列的调查数据 而且整个完整情况全世界并不了解 美国人认为大可不必担忧 事实上大家事前都知道的 全世界的疫苗是非常的缺乏而且不平均 真有这些大厂真有担心世人的安危化 与其要打第三剂 不如多把新的疫苗提供给那些打不到疫苗的国家 事实上辉瑞疫苗在全世界情况还出现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以色列人手上掌握了太多辉瑞疫苗 而且眼看就要过期 他们进行国际市场的交换 之后跟南韩达成交易 也成为一个新的例子 南韩又如何面对疫情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国家的发展 以色列阿基亚航空的货机 载着70万剂的辉瑞疫苗 抵达南韩人传机场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进行卸货 南韩卫福部副部长和以色列大使 亲自前往机场迎接疫苗到来 但这可不是免费赠送 背后可是有个交换计划 以色列先把打不完 却又将在7月底到期的辉瑞疫苗 先提供给南韩施打 借此交换南韩9月到11月 将送达的相同数量 两国疫苗换疫苗 国际上实属罕见 看看首额等着快晒的民众 人龙绕了好几圈 只能排队排了500公尺之远 南韩因为Delta病毒蔓延 疫情急速升温 连续三日确诊突破1200例 是疫情爆发一年六个多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首都圈外虽以从7月1日为解封 但首都圈却从12日起 防疫级别上调至最高的第四级 为期两个星期 白天禁止超过五人群聚 晚间六点后禁止三人以上群聚 原本南韩政府规划 随着疫苗施打人数增加 大首尔地区要在7月降到第二级警戒 不过施语愿违 疫情不见缓和 染疫人数飙升 百货公司布袭班酒吧餐厅等地 都有大规模群聚感染 确诊者多半是没有打疫苗的20到30岁年轻人 年轻人一起喝酒作乐成了病毒传播的温床 所有政府甚至还得下令 失定以后禁止在汉江公园清西川饮酒 否则将罚款10万行还 约台币2500元 但其实南韩因为疫苗超前部署 接种率不算低 约三成人口已经施打过第一剂 第二剂则约有一成左右 在亚洲排名第三 过近三个星期 接种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从6月中旬至今 第一剂施打人数只增加1% 第二剂施打人数只增加3% 原因是预定要在6月底 送达南韩的83万剂AZ疫苗 迟迟未见踪影 而以色列70万剂辉疫苗 有如及时雨 让需要打第二剂的民众 进行混合施打 虽然期限直到这个月31日 剩下可施打的日期不多 过南韩一天施打量最高可以达到85万剂 即使保存期限迫在眉睫 施打完毕不成问题 只是以色列为何要释出这批极其品呢 以色列已经有八成成年人施打过两剂疫苗 不过疫苗施打率在4月之后就明显停滞不前 而这批7月底到期的疫苗总共有130万剂 以色列留给30万青少年施打 扣掉一人两剂 共60万剂之后 还有70万剂 就在全世界闹疫苗荒之际 以色列却还要为疫苗太多 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伤脑筋 其实今年6月 以色列先将9万剂辉疫苗送到临近的巴勒斯坦 却遭到无情退货 以巴在5月相互开火 巴勒斯坦不愿意疫苗的互通 被外界认为双方要和解 以色列碍于合约又不能自己贩卖疫苗 只能转向制造商 辉瑞执行长博尔拉求援 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忠誉 在以色列的忠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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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博尔拉虽然是希腊籍 但他也是半个犹太人 和以色列政府关系密切 去年总理纳坦亚胡 就以市价三倍的价钱 抢到第一批辉瑞疫苗 如今疫苗快过期 波尔拉也帮忙寻找 可以交换的国家 一度找上英国和捷克 却因为笑其实在太短 都谈不拢 最后斡旋南韩接手成功 虽然双方购买疫苗的价格不同 但都同意等量交换 给了辉瑞执行长 一个大目标 文在寅愿意接手及其疫苗 幕后也另有盘算 他想打造南韩成为亚洲疫苗中心 因此不知取得莫德纳的包装授权 还打算和辉瑞插谈 共同生产疫苗一体 提供十一剂的量能 毕竟辉瑞产信依旧吃紧 长远布局才是王道 以色列送达的七十万剂 南韩即将在十三号开始施打 渴望缓解手渡圈的疫情 以色列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这场国际疫苗交换剂 称得上是win-win双赢的完美计划 谁也不吃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